旅行遇见信自己,幸福新世界,幸福江南的第五天 我们现在来到可以看到整个上海很有名的书卷 不雅于台湾的成品 这是所谓的上海非常有名的中书格 中书格 所以看到到所有的设计非常简约 但是它采用整个双层的静置面反射 让你可以体会到更不一样的文学的书香气息 那可以看到有双层的上面天花板都用静止的倒影 让你有一个多层次的感觉 让你的空间的压迫感比较不会这么大 那里面的长数量呢 从世界文学,中文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 可以看一下非常非常的内容,非常棒 这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接下来小编Steven带你进去看一下长条形的部分 这是属于儿童书库的部分 世界文学,儿童书库,还有包括整个中国传记 那这个是他们的演讲,儿童书库的演讲书的部分 所以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中书格 这是属于开放式 这边有这个木头的味道 就书香味就会感觉会觉得不一样 接下来看到正前方 可以看到长条形的书廊 我们在外里 墨烟 落寻 落寻 旅行一件新世界 幸福新世界 小编Steven 啊, 江熏 王小波 加上背景音樂的襯托 旅行作家 黃金歲月 中國傳記 商務部 中蘇國 把信放下 約讀一本好書 靜看服飾流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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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